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金融公司 摩根士丹利20号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说 如果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的升级 美国对更多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全球经济可能都会陷入衰退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 兼全球经济主管切塔阿西亚在报告中说 如果美国对另外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加征25%的关税 全球经济将走向衰退 报告还指出 当前经贸紧张局势的升级冲击了金融市场 自美国方面发出新的关税威胁以来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3.4% 道琼斯指数下跌了约800点 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大型公司持续面临压力 此外 芯片制造商也受到了经贸摩擦的巨大冲击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称 如果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没有达成贸易解决方案 双方将调整货币政策为经济提供支持 而由于政策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性 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 可能无法避免金融环境的收紧和全球经济衰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